关注达芬奇专业解盘讲真话为散户称赛 今天市场大涨之后 我不知道新股民他有没有能够清醒过来 是不是 在3600疯狂唱多把你骗进场 跑到调整到了3000 反而开始看空了 骗你割肉 今天市场一大涨 里面又有一部分人厚着脸皮 说自己满仓了 重仓了 又吃到了涨涨 脸皮稍微薄一点的 说这个上涨是因为这因为那 破坏了原来的走势 就看你作为一个新股民 你的认知了 炒股投资 这是一件靠脑子的事情 这是一件靠脑子的事情 如果你都没有脑子这东西 我建议你就早点离开市场 所以我们有些新粉丝服了吗 我说我们的粉丝 是市场股民中的前面这一小撮金字塔 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和他们的富二代们 但现在认不认可服不服 那么我们看在3200点 我们坚定的提醒大家 这个位置是指数共振支撑 坚定看多 并且提醒了大家 即使提醒了大家 捕捉了网络安全方向的机会 17号昨天晚上还在提醒大家 在这个位置 坚定看多 调个五天你就刀心破碎了 你这个是想来赚快钱的 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天上不会掉鲜饼吗 要相信成年人的智慧 今天早上我们盘族也捕捉了 今天早上资金是流露AI芯片 也就流露科技方向的 所以不要把市场的结果 甩锅给别的地方找各种理由 点盖自己的无能 就特别典型的 某私募基金 国内基金亏得要死 亏得甚至腰斩 被买了产品的受众 骂得冒烟 偶尔有几只 偶尔有个别 投资了美股的基金收益率很好 天天唱空A股 说A股这不好那不好 说白就干嘛 掩盖自己无能的事实 还是我们第一个观点 我们之前提醒过大家的 大家你作为一个新手 或者说你哪怕你是老手 你不管你心于老 你不懂股市 你要认识到一点 你根本不懂这个市场 你没有办法持续文件货益吧 你就不懂 有几个人懂啊 懂得愿意出来 跟你聊的有几个啊 而且聊的比较直白的 天天跟你笑妹妹 婴儿敌啊 地球敌啊 他是懂的 他懂吗 他懂他又不告诉你细节 他也可能把握不了细节 但他是懂的 所以首先要找一个什么 大家在不懂 不懂市场的情况 你首先找一个靠谱的人 所以我们 我看下午我们粉丝群 有人说 今天拉黑了几十个之前 关注的主播 涨之前猪一样 涨之后又来了 这因为那个 找理由 涨之后诸葛亮 涨之前猪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市场 接下来呢 当前行情怎么理解 接下来行情怎么发展 啊 我们在给大家说出 技术结论之前的话 我还再讲一个逻辑 大家还是要做好人 才能做好股票 你是一个好人 是你能够在股市赚钱的 必要条件啊 必要条件 就像我今天上午提醒大家 超大单 超大单进流路 呈现明显的 两市共振都是红的 这个是大阳线的必要条件啊 必要不充分条件啊 当然还需要别的条件啊 一起去研判 做一个好人 是在股市长期获利的必要条件啊 当然也还需要其他的 必要不充分 好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很多股民 很多粉丝 应该在我们的帮助之下 我们当时在五月初提醒大家 市场在这里见顶了 并且呢 我们技术分析出来 给大家提醒了 我们认为这个地方 我的结论 不做交易建议啊 我的结论 这个地方是系统性风险 是系统性风险 也就全指数性的大跌 你不要跟我问我 哪只股票能不能不跌 基本都得 99%都得脱层皮 这就是系统性风险 都得跌 当然就像我在这个8月份 9月份告诉大家 这是什么 这是系统性机会一样 所以我们满仓在里面 等待拉伸 当时呢 那什么叫做好人呢 给他 帮大家回忆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到6月下旬的时候 当时我们跟大家讲过 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跟大家讲过 6月下旬 指数已经破3000点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一个事情 我说我已经帮大家 躲掉了70%到90%的下跌 到底你说躲了 躲掉多少下跌 我能知道他的底 一定在哪 我知道不了 但从盘面的技术推导来讲 在我心里面 我应该是帮大家 已经躲了70%到90%了 甚至90%了 接下来抄底 什么地方抄底呢 我们不指挥的 因为我们不做交易建议 我们也不能够一致性的 那么变成了操作股市了 不合适了 我们只是给大家分享 正确的理念 和正确的投资经验 而不是市场阴险就看空 市场涨了 跟你说已经这里买了 已经赚了 天天会有一群可怜人 然后赚一点可怜的广告费 我们 我不吃这点的 我是要大群的老板 供养 供养 一起交流学习 双赢 所以层次不一样 强者当然不是挥刀 而是寻求跟更多的强者共赢 弱者挥刀向更弱者 这里我们躲掉 我当时跟大家讲 我们帮大家躲掉至少70%到90%的下跌 接下来底部 大家各凭本事 各凭本事 你买的比我更低 抄的比我更低 我也不眼红 你抄的品种涨的比我的多 我也能接受 当时我跟大家讲了一个逻辑 为什么不到更低的地方 为什么不到底部去 我抄的时候再跟你们讲 一个规避法规 另外一个不合适 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讲 从人性的角度 我帮大家躲掉这一个70%的下跌 就我帮大家躲掉这一边 这一边你不要看指数跌的不怎么样 这里的话 全市场的个股 百分之七八十的下跌 就是发生在五月份到六月中 全市场平均股价在这里跌了多少 要看四十吧 要会看 很多人走完的行情都看不懂 还天天在那边猜猜后面的 能猜得对吗 我们从时间上 我们可以看到五月份到五月初到六月中下 市场在这里 他几乎百分之八十的下跌 就是发生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这小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指数这边一开始 大票掩护小票资金出逃 到底部 把大票下杀 急杀指数打压市场 主力借机吃货 对吧 借机吃货 我们当时都提醒给大家了 这是技术层面的判定 人性层面的 我们到这个地方提醒你 告诉大家 我们帮大家躲了70%到90%的下跌 接下来抄底各评本事 但大家在底部的时候 我们被骂的有多惨 大家应该天天看视频的话 应该多多少少有看到 所以你看这些人 他在底部坚持不住 他觉得自己 我听你的 我抄底了 被套了市场部长 就怪你 其实后面市场在底部 就是一个小空间的盘整 我们帮大家躲了80%左右的下跌 七八十的下跌 躲掉了 我说了这一类人 我当时就在跟大家讲 我六月下旬的时候就跟大家讲 六月中下旬就跟大家讲 一个人我帮你躲掉了 躲掉那么大幅度的下跌 你抄完底之后 我们不能保证抄在最底部的 你买了你就要赚 你撒胖尿照照 你觉得你自己是谁啊 你这贪婪 贪婪也有点自知之明啊 这有一类人呢 你帮他躲了那么多下跌之后的话 他不满意的话 他没有感恩的话 你后面就算帮他躲 99%的下跌 他照样骂你 还有1%的下跌呢 怎么可以在这里 挣到那么长时间呢 你怎么提醒的板块 不是长得最好的呢 但我们不推荐个光 你怎么不说那一只 长得最好的股票呢 翻了好几倍的呢 你们觉得有没有这种人 这种白眼狼 这种农夫与蛇 这种故事 大家年龄很多 比我年龄大的 应该是对人性 是有认知的 所以我当时就跟大家讲 那种白眼狼呢 你帮他躲 99%的下跌 没用的 照样咬你 这种人呢 就让他去死就行了 所以你后面看 在底部 大家听了 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啊 底部坚持 抄底机会 系统性的机会 在里面坚持 那有些人呢 他也抄进来 在别妈妈咧咧 这个那个 有些阴阳怪气的 那有些呢 直接就是满口喷粪的 是不是 那这些人是不是 后面就踏空了 他不是不知道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而是什么 下势闻到大小之 不孝不足以为道 对吧 而是他人性的卑劣 他的贪婪 他的阴暗 他的龌龊 让他只能够 这辈子干什么 都是失败者 骨子里就是一个输家 你再洗澡 都掩盖不住 你身上那股酸臭味 是不是 对 而当时呢 你看我们的 我们的教学群啊 我们内部啊 三位数的人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那种 分歧讨论 波折 就一致性的 大家 互相还情绪疏导着 大家一起携手 并竟坚持住 到最后呢 吃的盆满钵满 到最后满仓吃 整体所有指数涨 到中间个别跳车的 互相提醒 哄回来 不要半路下车 所以胜利者 有胜利者的品质 炒股是靠脑子的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 六月下旬这个事情呢 我们再重述一下 什么叫做 找一个靠谱的人 大家理解了吧 是不是很靠谱 我们很懂市场 我们在市场十几年 也很懂这个市场里面的人 我们看到现在 那现在呢 这一次 平均股价21块钱调下来 调了50% 当时上阵指数 深圳 创业板在这里 基本上都调了50% 全市场公正 也就3200点区 全市场上阵指数 3200点这个位置 全市场公正支撑 我们提醒的 对不对 这时候你看一看 对吧 我说话很直 我只讲真话嘛 但是呢 真话永远没有那种 假话来的好听嘛 大家自己看 你关注的那些所谓股神 我跟你讲 没有股神的 什么是真正的技术 做好人就是真正的技术 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你就能够看到 真正的真相是什么 你满脑子龌龊 你心脏得很 你看 就你越有 你越搞小聪明 这个市场有玩法 它越是杀 搞小聪明的人 就这一波的激烈的 一波 4根K线 回调了50%的跌幅 直接可以消灭掉 对行情比较敏感的 聪明的 马上上杠杆的 想要去抢别人的 社会发展红利的人 直接把它消灭掉 能理解吗 某种程度上 当然 我们家也是2000年初 就买房了嘛 很多人后面 你像温州 浙江很多 他们都买很多房子的 他们其实在干嘛呢 其实我们经济快速膨胀 所以货币肯定要 那么多的外汇流露 相对应的货币增长 经济发展 带来的红利 其实通胀 把它集中的压缩在房价里面 这些多买房子 其实就侵占了 你的社会发展红利 所以你越来越买不起 但房子的周期 我们认为 我们不会不交流 我们有答案 我们内心有自己的体系 和论质和答案 我们现在聊股票 不交流房子的事情 有兴趣的 内部群可以问一下我观点 而现在股市也一样的 我们假设股市是下一个聚水池 之后的通胀 给它集中的压缩在股市里面 当然用什么形式 我会有一些想法 和大家的估计 想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的话 快速的在相对低位 算杠杆 你不就是去抢别人的钱吗 当然你比别人聪明 所以你觉得 你抢别人合情合理吗 但你是不是 这一波急杀 是不是就有更高智慧 为了公平 去绞杀通命人 我很笨吗 我为什么一直 我为什么让我们的学员 也不要去上杠杆 当然底部上杠杆 我们不反对 但尽量不要上杠杆 做个好人 对吧 这就做个好人 也因此 这四天的调整 在我们看来 在我们的感受上 它只是利润的回撤 所以心态 跟踏空底部 看空的 踏空上来的人 又不一样 我说过 底部没有埋伏的 没有经历埋伏的 痛苦的 后面是上不了车 赚不到钱的 有一个算一个 反转初期的拉升 你是无法判断 它是反弹 还是震荡 还是 你能想到它 就是一波流吗 对 你直接能够 瞬间打满吗 你不害怕它 一个反弹之后 继续去创新跌 对吧 你不怕它 它长得越多 你不怕它回调 所以的话 只要没有经历过 底部的煎熬的人 它是没有资格 吃到一点点肉的 队长进来之后 直接吃回撤 所以心态 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 而这个基础是什么 基础是 我们是好人 而不是只是为了贪婪 去买股票 想发财 本质的区别在这里 懂了吧 所以我们的心态 包括我们的认知 我们在这里 更能够承受 市场的波折 然后市场在这里盘 我们会有很大压力吗 不会 我们看到的是 不回车了 开始盘整了 虽然指数在敲击三千二 但其实 全市场的平均股价 其实在慢慢地往上抬 明显好于上阵指数 我们都是盘中 实时地解读 分享给我们 真正的铁粉的 因为我们是好人 所以我们能够 更加客观理性地 看待这里 今天上午 我们直播的时候 包括我们中午视频 让大家下午的时候 去看这个点位的得失 我们说了 我们在上午直播的时候 这里走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哈哈大笑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好人 好股是要靠脑子的 看10点40的时候 10点40的时候 10点40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你看 当时我们内部群 就有学员说了 前几天培养上午卖 下午街的惯性思维 当时我在这里直播在说 我说今天这什么 今天在这个地方 它市场故意不做卖点特征 但它回调 前面几天 它都是做了小级别卖点 冲高回落下来 今天在这里 又是要回落 但它其实没做卖点 我当时直播让大家思考 你猜猜 掏盘整个指数的团队 它想干什么 因为它在这里 做卖点的话 相对于后面 要涨上去的就困难 它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不做卖点 但又回调 我们学员就反应过来了 前几天的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 3200点的反复冲高回落 是在培养大家的 通高你就卖出的惯性思维 对吧 所以炒股要靠脑子的 所以这里 它就很多人会在这里卖 非常多人会在这里 搞抛掉 抛完市场就不下了 盘整 下午一个偷袭直接过 所以我中午视频里面 应该也提醒大家了 下午你就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把过 你得想想看 这里面是什么 所以A股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左手兵法 右手心理学 你大家对股市 所谓的技术的认知 是 大家对技术 其实一窍都没有开 一窍不同 你们以为的那些技术 都是市场走完之后的 看图说话 马后炮分析 是不是涨之前 有人告诉你有行情吗 没有 涨之后告诉你 因为那个指标 我们是不是在涨之前 就告诉你 什么要涨的最好 这里是机会 还是风险 是不是观点就明确了 为什么 知道吗 炒股 一个要做好人 第二个 炒股是用脑子炒的 今天走到这个程度 其实关键点 就在于尾盘 尾盘这个回落 大家怎么看 尾盘这个回落 大家怎么看 今天拉起来的时候 问大家有没有一点害怕 和前面的拉伸的时候 一样 不一样的 你们会有一点害怕 因为很多人的利润 从这里回撤下 其实确实 利润也回撤了很多 今天下午 像20厘米的 我们布局的弹性的 双创ETF 局部都十几个点的大涨 所以快速回本 快速 你的利润再度达到 10月8号的时候 会有很多资金 会选择了结的 所以今天下午 这个拉伸起来 追的是一部分 但同时有一部分 聪明资金 其实是想去获利了结的 但这市场 左手兵法 右手心理学 斗智斗勇 所以尾盘为什么回落 不让这些聪明资金吃饱 不让这些聪明资金吃饱 所以尾盘的回落 在我看来 是针对 针对这一轮的利润比较高的 前面的400多点的回调 主要是回调利润的这一部分 今天市场再度冲起来 比较兴奋 利润又再度高涨回去之后 让这一些人 差不多 你就吃到这里就行了 再后面的 不给你吃 分点给别人 我认为市场尾盘的回落 这个味道比较浓 尾盘的回落 没有能够达到反杀的程度 所以在我看来 尾盘的回落达不到直接杀死 今天这笔上的程度 所以向上的行情还在 所以3200点 我们建议大家看准方向 理性思考 我的答案是明确的 我在3200是非常乐观 机会远大于风险 今天拉上来 尾盘虽然说回落了 但我觉得行情没有被实质性的破坏掉 尾盘的回落 其实不让市场很简单 你尾盘单边大一致性 弹性好的品种直接获利 直接回到了11月8号 直接回到最高 最高互利成都附近 明天 情绪再一冲 一高开一冲 冲不动了 拉倒 这波赚钱的人就赚的太薄了 市场从来不会把利润 简简单单的交给我 必须你得把这个做好 这个也要做好 那里也要做好 不贪 该会的都会 人又不能贪 要懂得该分享的分享 该放得下的放得下 你任何一个点没做好 眼前的福音过眼云烟 准备好倒贴 甚至你连拿福音的资格都没有 市场涨了一千个点 几个人赚钱啊 我们群里全部都是获利的人 当然底部上来这一批老的 全部都是获利的 我可以说半路上车的和后来国庆之后加入我们队伍的 等到真正本轮行情结束的时候 都能够带着落子 因为经历起来是正确的认知 正确的去认知这个市场 而且想清楚在这个市场中你做一个什么样的投资者 以上内容 当然基本上听到现在的话 基本上就不用讲了 你现实 你在股市之外 你自己在自己的本质工作上肯定是一个大拇指的角色 一个人能够在市场中获得的 不可能说是去远远超过他能力 能够在股市之外赚到 就打比方 比方说你一年赚50万 你不可能说你在五市一年你能赚500万 不存在的 你驾驭不了的 当然你一年能够在现实生活中 你一年你自己有工作职业 你能够收入100万200万甚至1000万 1000万级别以上的大牢 那你做股票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行业天花板很高 你的认知 你的能力绝对是 绝对是全部把六毛星打满了 拉满了的 那你一年可能只能赚十几万 你的现实自身 你却想在股市快速的赚几十万 你不就害自己吧 你想坑自己 所以大家一定要读清楚 所以我们希望在市场中 跟大家的一起成长的过程之中 大家都成为更好的自己 能驾驭更大的财富 上午我们会免费分享资金流向 帮助大家把握住上涨行情中的最佳赛道 并且会实施解读市场技术变化 想参与上午直播的 在抖音搜索技术派达芬奇 私信刘浩等助理邀请进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